前方鬧哄哄一群人擋在馬路中間 廟會繞進到一半疑似發生衝突 一名黑衣男舉起超長木棍 居然就往人群中猛砸 砸了還不夠 繼續叫囂扭打成一團 廟會叫班成員發生混戰 廟會衝突兩派成員大亂鬥 旁邊的人全看傻不敢動 事發在24號下午 高雄人舞的巴德東路 到底為何打起來 竟然是為了一杯涼水 穿黑衣的男子 誤拿了紅衣男的涼水 當場先爆發口角接著開打 還好舉起長棍是打到地上 沒真的打到人 遠景持負現場 已無糾紛情勢且無人受傷 初步了解雙方糾紛起因於 勿拿對方涼水 一 傷害罪嫌 及社會秩序維護法整辦 不只廟會繞進鬧事 警方調閱監視器發現 繞進隊伍浩浩蕩蕩的過馬路 直接占用車道走在馬路上 但並沒有申請路權 不只擋到車也擋到行人 違法情勢通通都罰 原本廟會熱鬧為神明慶祝 卻因為勿拿涼水打架 又要被開罰 恐怕也讓神明不開心 記者宋佩成 郭怡貞 高雄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